在警政署大理堂 内政部长牛昌亲自授旗给代表团团长 警政署副署长陈永利 第20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7月28号到8月6号将在加拿大登场 这次台湾代表团共有22位警察 及12位消防员参赛 参赛项目包括设计楼道等项目 牛昌祝福选手都能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我们警察人员22名 消防人员12名以及防护员1人总计360 参加了一个项目有包括设计楼道游数 田径建立羽毛球游泳 还有冲浪等等的一个项目 副长那边请勉各位选手 能够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为国政光 运动后设计 运动后设计 牛昌也一一与参赛选手握手为他们加油打气 由于世界锦销运动会共有50多国将近万名选手参赛 牛昌也期盼代表团选手能把握机会进行国际交流 提高台湾人见度 我也希望各位全力以赴投入竞赛 也借这个机会做这个我们的一个国际的交流 也做一个外交的一个工作 特别能够跟世界上各国有近万名的警察消防人员能够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也希望大家借由竞赛的过程交到更多的一个朋友 也提高台湾在世界上的能见度 据了解这是台湾第13次组团参加世界锦销运动会 上一届代表队在楼道涉及与田津项目共拿下44面金牌 28面银牌与24面铜牌的好成绩 为了让选手获得完整运动照护训练与恢复 警政署这一次也特别聘请专业防务员随队出征 让选手以最佳状态参赛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